對他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結婚 我要先講這個第六張專輯 他的名字叫做王 哇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囂張的名字 當然這幾年因為本身我自己有結婚嘛 所以我也很認真在經營我的婚姻 我對於結婚這件事情 這個課題我就會做更多的功課跟思考 所以我就把它濃縮了一個 我所學習到的 然後就把它變成一首歌 身為老公的這個 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會以我老婆的想法跟想要她想要去的方向 做我最後的決定 那當然那就是所謂的犧牲嘛 我比較不相信的是 聽不出大戶鬼這句話 因為我認為是有的時候你要為太太犧牲 但是如果在你們全家都有點迷茫的時候 身為一個丈夫 是的確需要站出來 帶領你們家的狀態去突破 所以他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結婚 我覺得這句話應該適用於這個時代 而且也是用所有的情形 我覺得你要結婚的話 你可以替他戴客求婚 現在很多人對我的想法就是說 你看 他連唱說謊都在笑 真的啊 很多歌迷這樣講啊 但是的確啊 如果真的要唱一首就是 悲傷的一個情歌 像誰不想這樣有療癒的話 我的確有在思考 那他這個主題是什麼 其實連我自己都會有共鳴的 真的就是我說的 我覺得禁婚本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我沒有要在這首歌裡面講什麼大道理 但是誰不想這首歌 我就是想要陪伴可能在愛情關係裡面 低潮的人這樣子 陪你一起難過 希望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樣的一首歌 這樣的出發點 可以真的為你帶來很直接的療癒 我覺得愛不只是一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時候 我也會體現我自己 我在這一刻 我有沒有好好的愛我老婆 像愛我自己一樣